台电核能发电一场 今天上午举办年度紧急应变计划演习 在前几年的日本核灾之后 台电就开始针对核电厂的安全定期做演练 而这次还邀请到三支区 以及石门区的机关学校干部来参观 以模拟核电厂内发生复合式灾害 以断然处置措施保护反应如 也透过问与答的过程 让地方民众更了解核电厂在发生灾害时 会采取哪些应变措施 为了就是要确保任何一项灾害发生的时候 电厂内的人员以及设备都能够正常的运作 我们演习还分两种 一种就是核安演习 就是结合场外的一个大型演习 那这个是由演能会主办在南北 那么去年在核一场是我们是核安演习 那我们所发展的那个我们叫做 那个我们叫URG 就是断然处置的一个措施 就是完全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为优先考量 特别的是今天的演习还加入了 紧急救护除屋队的演练 当电厂里维护组人员在反应器厂房 发生意外时 核一场的救护班应该执行的救护步骤 每个项目都真实操作 尤其是在人员减伤后 发现有辐射污染的状况 透过清洗除屋 辐射值依旧没有下降至标准之时 后送服伤中心的步骤也丝毫不马虎 除后还是两万两千DPM 好 经过两次的失事除之后 及第一次的干事除后 并无法降低到两万DPM以下 所以我们要进行后送前的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么多校长里长相亲来 也是跟大家讲说在跟何一场当领 什么不用太害怕 那当然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电厂 我们实时我们这是以核能安全为第一 入先的考虑 那我们也都是欢迎相亲 不管是校长里长什么 我们都欢迎相亲过来这边看 何一场表示今天的演练是要来测试 紧急应变组织成员的应变能力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断然处置设备运作的熟练度 验证各种事故处理过程所需要的能力 经过各项测试之后 希望能够增加第一线抢救人员的应变能力 当灾害发生时 能够有效地将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 廖品涵 十门 采访报道